贵阳本次疫情也是BI2.76变异株和西藏成都的都相同 阻断传播需要注意以下五点 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唐医生 贵阳的本轮疫情仍然处于攻坚阶段 根据疾控中心实验室基因测序结果表明 这次感染的奥米克戎变异株为BI2.76变异株 与目前流行的成都西藏流行株相同 这种变异株是目前进化最优越的变异株 和它的前辈BI5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传播能力更强 超强的传播能力主要表现在和BI5毒株相比 它的年龄分布更广 可以分布在20到60周岁的年龄段 这个年龄段是抵抗力和免疫力都是较强的年龄 说明BI2.76毒株 它的传播能力超乎寻常 第二,传播速度更快 比BI5速度还要快 由于它的迭代时间更短 几乎不到两天就能传播一代 由于隐匿性强 在您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它已经进行了数代的传播 并且症状并不典型 只是轻微的干咳、低烧、乏力等 也有很多感染者自始至终没有症状 表现为无症状感染 因此更容易被忽视 造成隐医性传播 第三,有更强的免疫逃逸力 虽然疫苗接种 仍然是预防新冠肺炎的最有效的手段 但由于新的突变毒株的免疫逃逸性 很多全程接种疫苗的人仍然有感染的存在 但接种疫苗,尤其是全程接种 仍然有很重要的保护作用 主要表现在防发病、防重症、防死亡上 尤其对于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 意义更为明显 如何才能有效阻断传播? 重点需要关注以下五点 第一,核酸检测有无硬检进检 从目前多数疫情控制的经验看 疫情防控的成败与核酸检测的及时性 全员参与性有直接的关系 每次疫情的发生 都会有极少数人不能执行核酸的检测政策 不按要求检测核酸 造成疫情的扩散成为超级传播者 第二,密闭空间的管控是否到位 针对商场、超市 尤其是各种密闭性的娱乐场所 是否管控到位 这是阻断疫情传播链的有效手段之一 第三,个人卫生是否执行到位 医护人员的口罩基本上每天两次更换 但对于普通市民 尤其是农村 能够每日更换口罩的并不是很多 我看到不少患者把口罩戴成了黑色 抹起了毛也不更换 勤洗手,保持通风 需要增强市民的健康意识 提高防护的效果 第四,有症状人员是否按照规范就医 每次大的疫情中 都会有明知道自己已经发烧 咳嗽等典型症状 却待在家中不就医 害怕被隔离 也不去查核酸 这样会大大增加传播的机会 还有的人在就医的过程中不按要求 增加了就医过程的传播机会 第五,疫苗接种是否强化 疫苗的接种率对阻断疫情的传播有重要意义 提高疫苗的接种水平 强化疫苗接种 助劳人群的免疫屏障 对于疫情传播的控制十分必要